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曠淨宇 今天是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先新鮮滾熱 跟進一下通關方面各大詳情 話說特首李家超今天下午開記招 交代了通關的細節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曠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曠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敬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1月8日中港通關 七個口岸啟用 每日限6萬人不上 綠路配額佔5萬 需要網上預約 機場、大橋、碼頭有票即可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封關近三年 中港終於敲定1月8日免檢疫通關 特首李家超在今天1月5日表示 共有7個出入境口岸開放 包括3個現在正在運作的口岸 即機場、港珠澳大橋和深圳灣口岸 另外有4個會重新恢復開放口岸 即洛馬州支線管制站、民感度、中國客運碼頭、港澳客運碼頭等等 他就說3個綠路口岸每日設5萬個配額 市民需要在網上系統預約口岸和時段 至於海、空和港珠澳大橋將不設配額 只要持有相關車票、船票、機票就可以了 預計每日約莫1萬人 即所有7個口岸合計每日6萬人可以不上 市民不上過後日後回到香港 無需再領取南下的配額 至於內地人到香港同設每日5萬配額 他們回到內地也不會佔用港人不上的配額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通關配額分別是深圳灣口岸1萬人 敏感度5千人 洛馬州支線福田口岸3萬5千人 另外估計小客車每日單向1千人 另外高鐵不遲於1月15日前復運 來自星島日報另一則相關報道 林世雄估計當日會同時開放廣州東站 在說高鐵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通關如箭在園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記者會上表示 高鐵停運已經三年 人員需要時間演練、重新熟習系統等等 以確保安全、穩妥 因此將不遲於1月15日復運 林世雄就坦然 需要重新演練熟悉的人員更多 單單是香港方面的車長就有40人 加上現在內地段線路目前正常行駛 因此只能在行車中找到空檔試運 呼籲市民明白 他提到 復運過後除了西九龍暫置福田、深圳北、廣州南服務之外 前往鄰近廣州市區的廣州東站服務 亦都會在恢復高鐵服務當日同時開通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另一則報道 高鐵不遲於1月15日復運 高鐵開埋的話 基本上各大通關渠道會道都有些 當中除了羅湖 有些工程在做之外 即是看來1月8日過後至15日後 通關的運力越來越大 另一邊商也要注意一下 話說要北上的話是需要在網上預約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今晚即是1月5日晚上6時開始 就會推出網上預約平台 有實名制防止炒賣 講講當中的細節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宣布今月8日與內地通關 處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表示 今天晚上6時會推出網上預約平台 首階段提供1月8日起 連續8星期的預約時段 每個人每次最多可以預約4個名額 北上人士需要成功預約指定日期時段 口岸才可以過關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預約是實名制的 不可能炒賣 網上預約系統可以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登入 會委的申請人可以為最多三名同行的人士 一起進行預約 需要選這個預期的出境口岸和時段 每個口岸分成三個時段 首階段會提供1月8日至3月4日 八個星期的預約時段 由1月15日開始 逢星期日上午9時會加入新一個星期 即3月5日至3月11日的時段 如此類推 預約系統24小時開放 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分配預約時段 所有預約人士同一時間只可持有一個有效的預約 指定口岸出境香港到內地的網上預約安排是這樣的 供香港居民和非內地居民的訪港旅客 預約經以下指定口岸往內地 深圳灣口岸名額1萬個 開放時間早上6時至晚上12時正 敏感度口岸名額5000 開放時間上午7時至晚上10時 另外是諾馬州支線福田口岸名額35000 開放時間上午6時半至晚上10時半 另外港珠澳大橋是珠海 只適用私家車和跨境出租車司機和乘客 穿梭巴士即金巴的乘客無需預約 另外內地居民回到內地亦無需預約 另外香港居民和非內地居民的訪港旅客 從內地回來香港亦無需預約 要留心過關人士需要持有以下證明文件 包括身份證及過境證明 48小時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亦要攜同成功預約登記證明 公管制站人員要求的時間出事 以作查核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道 通關網上預約平台開通 拍攝短片時間估計已開通了 若然有需要的網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當然現在內地疫情爆得非常激烈 究竟是否這段時間不上 當然按不同人的需求 但至少現在這個預約平台實名制 李家超就說是不可能炒賣 話說亦看看網友的反應 相當搞笑 根據HK01的報道 政府公布通關安排 李家超有一個舉動 反而惹來網友的批評 就問要不要扣KPI 報道的流氓是這樣的 政府今天下午宣布香港和內地通關安排 全城引頸以待 本來記者會內容以通關安排為主 不過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記者會舉行前有一個舉動 反而引來一眾打工仔的關注 直斥要不要扣分扣KPI 即是職效目標 話說記者會內容以通關安排為主 但由於政府公布 記者會本來在下午2點半舉行 令到很多人都在等 期待有甚麼公布 不過李家超和一眾高官 在下午2點58分才出現 足足遲讀了28分鐘 引來大批網友批評 是沒有時間觀念 就問要不要扣KPI 也有人問打工仔遲到28分鐘會怎樣 李家超抵達記者會的第一句話 祝大家新年進步 事事順利 以及感謝中央同意全面有最逐步通關 被問到遲到原因 李家超只是多謝大家關心 強調每次都希望發放消息足夠大家應用 整合發放資料詳盡性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好 說的是李家超開記招 不過今天遲到 遲了半小時 結果惹來一眾網友的批評 不過問到李家超為何遲到時 李家超只是口吳答白說了一句 多謝大家關心 怎樣說都好 最新通關的情況 就是今天宣布 未來1月8日正式通關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狂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要繼續小心緊密地看著通關過後的情況 一來究竟搶藥潮會不會加劇 家欣現在看上去沒有疫苗的接種要求 到時會不會很多人湧來香港打疫苗 這也是專家所擔心 另外就是疫情防控的工作 對香港來說會不會陷入另一個艱難 會不會到時又出現一個大爆發 這個情況也要有待跟進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